欢迎来到学用数学,数学有用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实作这五角星的角度盒 那首先,我们就要先画一个五角星 五角星该怎么画呢? 其实用这一个多边形工具就可以咯 那我们现在呢,五角星在画的时候呢 你要让那个交叉的走来走去 这样绕,然后这样绕,这样绕回来 哎呀,五角星就完成了 有没有比想象中容易呢? 对,那做完五角星,我们就要来测量一下角度 那点一下呢,上方的这个画角度工具 好,画角度工具呢,我们在点的时候呢 GGP的角度,它是要逆时针绕的 E,A,B 所以在画角度的时候需要三个点 你要角度在中间 那接下来,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画一下这个角V A,B,C 好,角C,B,C,D 角D,C,D,E 角E,D,E,A 诶,这样子呢,我们就把五个角都标起来啰 那标完角度之后呢,我们可以在左边可以看到这边 有每个角的标示 这里是用希腊字母 alpha,beta,gamma,data,ation 来呈现 但是等一下呢,我们如果要把这几个加起来 会不方便输入 所以我们呢,点进去呢 把它改个名字 A,A,然后呢,把它改成V,B 改成这个C,C 那这里呢,D,D 接下来,E,E 好,那我们就要来做验证了 怎么验证? 其实在这边输入 A,A,B,B,C,C,D,D,E 这样子呢,就可以得到总和 好,这边按等号按下去 这边就180度 那我们一样把这个再改个名字 改成这个S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几个总和叫做S 那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再拖动这个点 不管我们怎么拖动 这些角都会变 但是总和不变 那现在完成第一步 下一节我们就是要让什么 这个讯息显示在画面 那接下来下一节呢 我们想做的就是让这个文字讯息 显示在上面 把代数区关起来 这样子比较简洁一些